好,大家请合掌跟随我念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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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身本厌法 百千万绝满终 佛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弥陀真实义 请放掌 作为法师 以及我们古今 持人佛教正信会负责人 神有名神基士 作为在家菩萨 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放掌 早上接着大家打佛妻的殊胜法言 心愿继续向大家报告 四十八月大义 昨天晚上我们看到讲义第二月的第一段 早上从第二段接下去看 何不称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西方建徒接纳下列之我 勿我求愿西方建徒 之灵我归西者 你否是八燕也 这段话是细数 我们为什么要念阿弥陀佛的名号 为什么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其实道理很简单 就是因为阿弥陀佛是十方 诸佛如来之中 八燕也名号 绝对救度我这样的凡夫众生 而且救度得了 所以我们当然念阿弥陀佛的名号 十方诸佛如来各地的等能 虽然都一样 所谓佛佛道统 神通、慈悲、智慧、道理 通通一样 但是愿力不同 阿弥陀佛与释迦牟尼佛 以药师佛与释方诸佛的智慧 神通、道理 通通一致 但是阿弥陀佛的愿力 与释迦牟尼佛的愿力不同 释迦牟尼佛的愿力 与释迦牟尼佛的愿力不同 你我虽然现在在凡夫的阴地 你我选择修行 发愿广力众生的心愿也不同 释迦牟尼佛与释迦牟尼佛与释迦牟尼佛的愿力 阿弥陀佛至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 药师佛在药师经里花了十大愿 阿弥陀佛在物量寿经里花了四八大愿 两位佛果地德能都是一样 但是在因地的试验不同 要是佛虽然很慈悲 但是没有发愿 绝对在我们临终现前接引 法律佛有 对我们凡夫而言 我们在临终是一生 生成最重要的关键时刻 通常我们临世的业障 也很容易在临终起现行 所以临终有阿弥陀佛现前 威神加持 令心不乱 正面分明 往生净土 对我们生死紧脱 是非常大的助业 阿弥陀佛有这样的试验 要是佛就没有 所以 如果你要求生空荒流离世界 你当然就要念 要是佛名号 你念要是佛的名号 就要是佛相应 你念阿弥陀佛的名号 就与阿弥陀佛相应 所以你在阴地 修学任何法门 称念任何佛菩萨名号 修阴港果的道理 一定要明白 所以我们念阿弥陀佛 就是因为阿弥陀佛 有第十八页 念佛往生页 绝对五名号救度我 有第十九页 临终接远页 绝对在我临终时候 现前迎接我 有阿弥陀佛的现前迎接 我们要了办生死 成就佛体 当然就千万万当 所以我们念阿弥陀佛的名号 为什么我们要求生 希望极乐世界 时光诸佛如来 清净世界 都是非常的庄严 非常的殊胜 非常的快乐 但是时光诸佛如来的 净土世界 往生的要见不同 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以要往生东方流离世界的 要见不同 要往生东方流离世界 以要往生法障世界的 要见不同 所以 十方的诸佛如来 净土世界 虽然都是清净 专严快乐 但是 如果没有修成往生的要见 是不能够往生的 十方的进入世界 阿弥陀佛 西方极乐世界 是我们凡夫到不了的 所以我们当然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四十八月就是引导我们念佛修行 四十八月就是引导我们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我们念佛 当然要探讨阿弥陀佛四十八月 如果四十八月度众生 我们是被度了众生 连四十八月都不了解 那你怎么会对净土教法生起真实信心 你怎么可能会一生念佛不变 你一定也会 在念佛的佛地道上 受到考验 就推施佛地道心 请看底下一段 诸佛地愿 内有两种 一为总愿 一为北愿 总愿者 是否是愿愿 一切菩萨通发此愿 去向菩提 无有意路 别愿者 诸佛菩萨化他立人 自去心愿 各个不同 比如释迦五百愿 要施十二愿 然间弥陀别愿 超过诸佛别愿 故两受惊愿 我间超四愿 又远八愿 欲诸佛 四亿弥陀别愿 免超四百愿 一免百亿同愿 但愿有恶意 一一本 恶果莫远 因为这四愿 几十八愿 每愿皆是本愿 二根本 对之莫言 众多四愿中 是根本四愿 四八愿中为第十八愿 是根本主要是四愿 这段话细处 诸佛如来 在阴地所立的愿 有两种 一种是总愿 一种是北愿 总愿 就是通以一切菩萨 所发的四愿 就是四愿 大家在受五愿 或者八观灾界 乃至在家菩萨界 在正受之前 一定会经过 忏悔与发愿阶段 发愿就是发四愿 试验 众生无边试验度 环绕无境试验断 法门无量试验 优优惠 优独 Cock朝 oni 它 它 它 你 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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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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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